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其实Volvo的XC40真的都有在名单里面 对 其实我们知道XC40这个车系是Volvo当时最小的休旅车 2018年就发展了 可是当时是以汽油起家 后来才延伸出电车 可是一直到现在2024年 US的News and Report这个媒体 它还是把它评选为2024年最佳电车 那代表就是说Volvo这个品牌 我们讲它从1927年到现在 将近一个世纪的这个发展的历史 那加上过去Volvo对于他们品牌的经营向来是 先研究不伤身体再讲求效果 也就是说先研究安全 我们再讲究它的其他的这个各个的造车部分 所以Volvo等于安全的这一个名词 真的是生殖在人心 所以这个网友如果要劝家人 要入主一下电动车 Volvo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没错 对那加上XC40 其实去年在国内 它的销售是翻倍成长 就是原本在2022年是600多辆 到2023年是成长到1300多辆 成长101% 对 为什么 关键是什么 第一个它的售价相对于它的给予的一些配备 还有品质 尤其是马力 我现在Twin Motor的这个马力 对 它在同级里面相对是实惠的 OK 而且还它又是豪华品牌 没错 第二个它就是豪华品牌 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很多电动车 当你在进入车商的时候 会让很多年纪比较稍长的买家 会有点不知所措 有些你的按钮 过于简易的话 很常用的按钮不知道放哪里 可是XC40它就是 因为它是基于油车的平台打造 而且是跟油车共生的一个车款 所以里面的内装 你是很熟悉的 就是跟你原本开油车该有的感觉 它就是给你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们来看XC40 其实到后来前阵子有小改款 小改款就最主要修改它的车头的造型 对 那它的头灯 左右两边都稍微把它削斜了一点点 看起来比较锐利 然后里面当然也有索尔斯锤的日行灯 重点就是说 它左右两边的头灯的LED 里面都是84颗的灯组 也就是说 它也是一个矩阵式的智慧头灯 OK 然后让你在 比如说看远光灯的时候 能够进行遮蔽 不会去影响到其他人视线 可是有能够带来更好的照明广度 对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 既然它是电车 它的车头一定是跟油车是不一样 最大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封闭式的 看起来比较洗电 而且它的整个我们讲车头盖 我们不能讲引擎盖没有引擎 电机盖 对电机盖打开了之后 它里面还有一个三十一公升的置物容积 也就是说它里面也是一个防水的一个盒子 所以你今天如果在外面有玩水 或者是户外修行活动 比较脏污的东西放到里面是刚刚好的 抑或是你有买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一些食物 咸酥漆放里面 你就放在里面 对因为你就不要让车上里面有其他的味道 会乱窜 对也是可以 对那这个是外观上 对 虽然它跟过去我们看到的XD市场 好像大同小异 可是其实我知道Volvo每年都是滚动 是在调整他们的车型的阵容 所以还是有些些不一样 例如说这个轮圈就跟我之前看到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对好像低风阻是吧 对而且它是叫做19寸黑钻石切割的轮圈 OK 那因为双色嘛 所以黑钻石切割 可是我刚发现一个很妙的 它除了外面有很多几何造型之外 它在交错的时候 在中间形成一个黑色的星星 对它其实还蛮多层次的 有 蛮耐看的 对 对那这个是它的这个造型上的重点 那另外就是说小改款之后 双马达的这个XC40 Recharge 它的马达配置有点不一样 以前是前面一百五十千瓦 后面一百五十千瓦 总共三百千瓦 可是他们经过小改款配置 重新配置之后 前面变成一百一十千瓦的感应非同步马达 后面变成是一百九十千瓦的同步感应式马达 所以加重起来一样是三百千瓦 可是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它能够 续航是因为电池增加 电池从七八到八十二 然后最大的重点就是前轴的负担变小了 然后前后配重改变了 所以它操控更好 同时减少十八公斤的这个重量 还减少十八公斤的重量 然后就增加它的续航力 它续航力 我刚讲七十八到八十二 增加到八十二度 可以达到五百四十一公里 这是WATPA数据 所以它都是一直滚动是在调整 那我讲到内装呢 内装我依然很熟悉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很习惯这个内装 可是它还是会有一些 电车专属的一些配备 例如饰板是不是 对例如这个饰板 这个就是等高地形图的饰板 然后会发光 对 然后该有都有像十点 十点三寸的这个仪表板 中央九寸的这个荧幕 包含Google车载系统 两边的电动调整座椅 加上哈曼卡等的影响 它就是一辆不折不扣的电车 所以如果你今天到展金看这台车 它的质感 它的配备价值 你真的绝对不会去含扣它 而且两百二十二万的售价 你对比同级的豪华品牌 你能够买到四十四百零八匹马力 真的是没有 对 而且你说四百零八匹 我觉得我比较在意 像我现在开电动车 我觉得我的车少了一个东西 就是像你刚刚说 它是Google的车载系统 那它可以预判 比如说我现在台北到高雄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是满电的状况底下 我要下去高雄 因为你刚刚说五百多 其实到高雄非常非常够用 你搞不好还可以再跑回来 可能跑到台南或台中间 折返一点 对 但是如果说你不是完全满电的状况 我想要知道说 我大概到高雄的时候 我预判大概是剩几%的电 它其实这一套系统会告诉你 如果你不够 它中间告诉你建议你去哪里充电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整合的非常的好 它会让你比较安心 对 会有里程焦虑 对 现在连双P都还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对 它就说你自己看一下Google 大概几公里 然后自己算一下 你自己算一下 怎么会这样 对 就是它贴心的部分 所以它就是很人性化 因为它就是以电车的使用者的出发考量点 我们就讲说 Bobo现在都是以人为本 所以这些小细节其实都还蛮精确的 然后它的后座 虽然它的车长4.4米 可是它后座其实看起来不小 对 它的膝部空间包含最重要的是 XC40 它刻意挑高的这个车顶 让头部空间也其实蛮开阔的 是 然后呢 中央一样有出风口 还有下面有两个Type C的插孔 以及妈妈爸爸们最希望的 就是IsoFace 它有两句 让你去可以安装那个儿童安全座椅 这些都是它能够符合一些家庭买家 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 对 好 那当然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包括连什么后面啊 什么行李箱啊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你喜欢像这类传统SUV 它在行李箱的公升数上面 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没错 以这种我们所谓的比较小型的SUV来讲 对 表现够 你看 我一打开我觉得 你以为它车长不长 对 结果看上去它其实深度蛮够的 行李箱的空间还蛮大的 而且一看就超过400公升 然后它达到452公升 那放倒之后超过1300公升 非常够用 而且把它打开之后呢 下面还有隐藏式的空间 还蛮深的 让你去放一些杂物收纳的空间 两边都还有挂钩 然后当然电动尾门是标准配备 是 所以这些种种 就是为什么AC40在去年 能够卖翻倍的 最主要的原因电动车的部分 的确如果我们要选择一台家庭的用车 而且你又希望它是非常安全 我们马上第一个直观的这个想法 就会想到Vovo这个品牌 从1970年的时候 Vovo就成立了交通意外的研究团队 Vovo的安全始终是超越各家品牌的高标 那进入了电动车的时代 Vovo到底是怎么样去达到他们的安全呢 我们都知道Vovo向来跟安全划上等 而且我觉得它在电动车上 它也非常在乎这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Vovo在电动车上 它做了哪些努力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这一次它除了有位专位 这个电动车有一个专属的 一个拢型的一个车架 它这个拢型车架是高刚性的 一个棚刚制作的一个拢型车架 那除了这个拢型车架以外 它又加强溃缩区 跟电池防负的能力 我们看它加强溃缩区 从我们先看车头 车头在底板下面 通常它我们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防状缸粮 而且这个防状缸粮 它跟它的副车架黏在一起 所摘起的用意是它希望利用车头 这块溃缩区来增加 来防止它后面这个电池 被刺穿的危险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在A柱下方 靠近门两个前门的底下 它有一个叫做助理滑块 这个助理滑块这两个小滑块 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力 就是当你在 尤其是在偏位撞击的时候 那个撞击力很大的时候 它这两块助理滑块 它可以去帮A柱去吸收分散能量 对所以这两块真的是很厉害 好这是车头 那我们看看车侧 车侧的一个防复能力 一个它整个车侧就是 它整个底盘就是电池 那这整个电池它是用什么 它是用一个助理的一个底梁 助理的底梁 然后去加固 而且它的周边 尤其是左右两边 它因为要为了要防范侧状 对所以它把它又加固了 那它的加固是 它把那个侧 那个铝戟的一个梁柱 它用一个中空的 你中空的截面剖开看 它是一种蜂巢状的 所以它可以吸收更大的能量 也就是说它整个电池 被这种铝戟型的一个两条 跟两边加固保护的非常的安全 密实的把它保紧 保紧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在它在电池的防复能力 在电池它这次的小改之后 那电池它除了增加密度以外 最重要的是它在整个防火材质 还有三层的防火材质 跟隔热材质全部都加强之后 最重要最重要的 它做到是说 当在发生撞击的时候 它会保证在20分钟之内 你不会看到明火 那这个20分钟 就是要让你可以有逃生 逃生的时间跟黄金救援的时间 而且这个相较于国际的标准 它是超过大概5倍到4倍 它的安全永远就是超标 永远都是超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它在整个电池 27个模组电池之外 它有用了一个比多 它可以最高 达到最高的防水 防水都是最高标准 对我看过国外有一个媒体 把审台XC40 Recharge 它全部浸泡在那个水里面 然后之后 他们再把那个车子拖出来之后 它竟然还可以发动可以行驶 没错 就表示它的清晰性做得很好 而且所以它可以浸泡 可以保持 最多可以在12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它这方面我觉得 Mobo除了它以前 我们都知道它在油车里面 它的安全无庸置疑 它在电动车要求也是比油车更高 更加高规格 所以我觉得它在这方面 我觉得你像一般说开电动车 会有一些安全的顾虑 你的顾虑Mobo全部想到了 你没有想到Mobo也完全帮你设想到了 而且都以超高规格的标准来做 那这边我要提到 除了它在整个底盘 电池的安全 整个溃缩区的加强之外 它这次小改的PA2智慧驾驶辅助系统 它也有多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是 它会发 就是有一个智慧辅助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当你 你在启用智慧驾驶 智慧驾驶的时候 当你的双手没有放到方向盘 它就会低闭声在警告你 那如果你第二次 它还你还没有 还不理它的时候 它会帮你的车速慢慢降低 然后到停止 我觉得这个对智慧驾驶服来讲 我觉得这个也是 真的算是还蛮厉害的 而且是可以帮助驾驶者 去注意一些 其他不必要发生的危险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PA2上 它真的是 这次在这个细节上 做得更好 再来就是说 它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知道 它车里面还有clean room 它整个空气 做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它整个 它的clean room 让你做起来非常的舒服 而且很自然的一个 空气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觉得它从安全 然后智慧驾驶辅助系统 到整个车舱的一个氛围 空气氛围 它都照顾到 帮驾驶者帮乘客 都照顾得非常非常好 没错